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这个小节中我们会学习请求分页存储管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考点页面置换算法 那么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知道 在请求分页存储管理当中 如果说内存空间不够的话 那么操作系统会负责把内存当中暂时用不到的那些信息先换出外存 那页面置换算法其实就是用于选择到底要把哪个页面换出外存 那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知道 页面的换入换出其实是需要启动词盘的IO的 因此它是会造成比较大的时间开销 所以一个好的页面置换算法应该尽可能的追求更少的缺页率 也就是让换入换出的次数尽可能的少 那这个小节中我们会介绍考试中要求我们掌握的五种页面置换算法 分别是最佳置换 先进先出 最近最久未使用 还有时钟置换 改进行的时钟置换 这样五种 那除了注意它们的中文名字之外 大家也需要能够区分它们的英文缩写到底分别是什么 那我们按从上至下的顺序一次介绍 首先来看什么是最佳置换算法 其实最佳置换算法的思想很简单 由于置换算法需要追求尽可能少的缺页率 那为了追求最低的缺页率 最佳置换算法在每次淘汰页面的时候 选择的都是那些以后永远不会被使用到的页面 或者在之后最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再被访问的页面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个例子来加深理解 假设系统为一个进程分配了三个内存块 然后这个进程执行的过程当中会一次需要访问到这些页面 那刚开始进程需要访问的是七号页面 那由于刚开始为进程分配的这三个内存块都是空的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把七号页面放入内存块一当中 那第二个要访问到的页面是零号页 由于此时依然还有空闲的内存块 所以我们可以把零号页放入内存块二当中 第三个要访问的是一号页面 同样的此时还剩一个空闲的内存块 所以一号页面可以放到内存块三当中 那第四个我们需要访问到的是二号页面 但是由于此时给这个进程分配的三个内存块都已经占满了 所以我们必须用页面置换算法选择淘汰其中的某一个页面 把那个页面先换出外存 那根据最佳置换算法的规则 我们要选择的是在今后最长时间内不会被使用到的页面 所以其实我们在手动做题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序列 我们从当前访问的这个页号开始往后寻找 看一下此时在内存当中的017这三个页面出现的顺序到底是什么 那最后一个出现的序号肯定就是在之后最长时间内不会再被访问的页面 所以从这往后看 0号页面是最先出现的 那3号页面不属于017当中的任何一个 所以跳过 0号页面之后会再次出现 然后4号也不属于017 之后又会出现2号页面 3号页面 0号页面 然后一直到这个位置 我们发现1号页面也开始出现了 所以017这三个页面当中 0号和1号会在之后依次被使用 但是7号页面是在之后最长的时间内不会再被访问到的页面 因此我们会选择淘汰7号页面 然后让2号页面放入到7号页面原先占有的内存块 也就是内存块1当中 因此2号页面是放在这个位置的 那接下来要访问的0号页面已经在内存当中了 所以此时不会发生缺页 可以正常的访问 再之后访问3号页面 也会发现此时3号页面并没有在内存当中 所以我们依然需要用这个置换算法选择淘汰一个页面 那么那和刚才一样 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往后寻找 看一下此时内存当中存放的201这三个页面出现的先后顺序 那我们会发现201当中0号页面是最先出现的 之后2号页面紧接着出现 那么1号页面就是最后一个出现的 因此1号页面是在今后最长时间内不会再被访问的页面 所以我们会选择把201这三个页面当中的1号页面给淘汰 先换出外存 然后3号页面再换入1号页面以前占有的那个内存块 也就是内存块3当中 所以3号页面是放在这个地方的 那对于之后的这些页面序号的访问 我们就不再细细的分析了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完善一下这个表 那最终我们会发现 整个访问这些页面的过程当中 缺页中断发生了9次 也就这打勾的这些位置 发生了缺页中断 但是页面置换只发生了6次 所以大家一定需要注意 缺页中断之后未必发生页面置换 只有内存块已经都满了的时候 才需要页面置换 因此在刚开始访问7、0、1这三个页面的时候 虽然它们都没有在内存当中 但是由于刚开始有空闲的内存块 所以虽然发生了缺页中断 虽然会发生掉页 但是并不会发生页面置换这件事情 那只有所有的内存块都已经占满了之后 再发生缺页的话 那才需要进行页面置换这件事情 因此缺页中断总共发生了9次 但是页面置换只发生了6次 前面的3次只是发生了缺页 但是并没有页面置换 那缺页率的计算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缺页中断发生的次数 再除以我们总共访问了多少次的页面 就可以得到缺页率是45% 那这是最佳置换算法 那其实最佳置换算法执行的前提条件 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之后会依次访问的页面序列 到底是哪些 不过在实际应用当中 只有在进程执行的过程当中 才能一步一步的知道 接下来会访问到的到底是哪一个页面 所以操作系统其实根本不可能提前预判 各个页面的访问序列 所以最佳置换算法 它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算法 在实际应用当中是无法实现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先进先出之换算法 这种算法的思想很简单 每次选择淘汰的页面 是最早进入内存的页面 所以在具体实现的时候 可以把掉入内存的这些页面 根据掉入的先后顺序来排成一个对列 当系统发现需要换出一个页面的时候 只需要把对头的那个页面淘汰就可以了 那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对列有一个最大长度的限制 那这个最大长度取决于系统为进程分配了多少个内存块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一个系统为进程分配了三个内存块 然后会按照这样的顺序 依次访问各个页面 那首先访问的是三号页面 此时内存块一是空闲的 所以可以把三号页面放到内存块一当中 并且把三号页面放到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对列的对头 第二个页面是二号页面 此时也有内存块空闲 所以二号页面放到内存块二当中 然后再把二号页面放到这个对列的对尾 也就是把它接在三号页面之后的这个位置 那同样的一号页面此时也有内存块 所以它放在内存块三当中 并且把一号页面放到这个对列的对尾 接下来访问到第四个页面的时候 此时要访问的是零号页面 但是由于此时所有的内存块都已经占满了 所以必须选择淘汰其中的某一个页面 那么根据系统维持的这个对列可以知道 三号页面进入内存的时间是最早的 所以会选择淘汰三号页面 然后把三号页面占有的这个内存块一分配给零号页面 那相应的零号页面放入内存之后 也需要把它插到这个对列的对尾 那接下来如果还要再访问三号页面的话 同样的是需要把这个对头的页面给淘汰掉 所以二号页面会换出外存 然后三号页面放到二号页面 以前占有的内存块二当中 并且会把三号页面放到这个对列的对尾 那以此类推 那剩下的这个过程就不再细细分析了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常动手尝试一下 那整个过程下来会发现 如果给这个进程分配了三个内存块的话 那么缺页次数总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缺页了九次 那我们再把这个题目的条件改一下 如果说给这个进程分配的是四个内存块的话 那按照我们之前分析的这种方法 最终会得到这样一系列的结果 大家也可以自己动手尝试分析这整个过程 不过这个地方 我们想强调的是 当为这个进程分配了四个内存块的时候 虽然说页面的访问序列依然是这样一个序列 但是整个过程下来 缺页次数总共发生了十次 大家可以数一下 但是之前 本来给进程分配的内存块只有三个 但是三个内存块的时候 缺页次数反而更少 只发生了九次 那其实乍一想来 为一个进程分配的内存块越多 那这个进程的缺页次数应该越少才对啊 所以像这个地方我们发现的这种现象 就是为进程分配物理块增大的时候 缺页次数不增防减的这种现象 就称作为贝拉底异常 那在我们要学习的所有的这些算法当中 只有先进先出算法会产生这种贝拉底异常 所以虽然先进先出算法实现起来很简单 但是先进先出的这种规则 其实并没有考虑到进程实际运行时候的一些规律 因为先进入内存的页面 其实在之后也有可能会被经常访问到 所以只是简单粗暴的 让先进入的页面淘汰的话 那显然这是不太科学的 所以先进先出置换算法的算法性能是很差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最近最久被使用置换算法 英文缩写是LRU 大家也需要记住它的这个英文缩写 很多题目出题的时候 就直接用这样LRU来表示这个置换算法 那这个算法的规则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就是要选择淘汰最近最久没有使用的页面 所以为了实现这件事 我们可以在每个页面的页表项当中的访问字段 这记录这个页面自从上一次被访问开始 到现在为止所经历的时间T 那我们需要淘汰一个页面的时候 只需要选择这个T值最大的 也就是最久没有被访问到的那个页面进行淘汰就可以了 那我们依然还是结合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系统为进程分配了四个内存块 然后有这样的一系列的页面访问序列 那首先要访问的是一号页 此时有内存块空闲 所以一号页放到内存块一当中 然后第二个访问八号页面 也可以直接放到空闲的内存块二当中 以此类推 访问一号页面 由于此时一号页已经在内存中了 所以不会发生缺页 那之后访问的七号八号二号 所有的这些都不会发生页面置换 因为此时一直都会有空闲的内存块 那一直到后面访问到这个三号页面的时候 由于此时给这个进程分配的四个内存块都已经用完了 所以必须选择淘汰其中的某个页面 那如果我们在手动做题的时候 可以从这个页号开始逆向的往前检查 此时在内存当中拥有的1872这几个页号 从逆向扫描来看 出现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样的 那最后一个出现的页号 那肯定就是最近最久没有使用的页面了 所以从这往前看 八号页面首先出现 之后出现了一号页面 再之后出现了二号页面 所以七号页面其实是这四个页面当中 最近最久没有被使用到的页面 因此会选择把七号页面淘汰 然后三号页就会放入到以前七号页占用的内存块三当中 那同样的 在之后的这一系列访问当中都不会发生缺页 一直到访问到七号页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次缺页 并且需要选择淘汰一个页面 那和之前一样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逆向的往前检查 看一下这几个页号出现的顺序分别是什么样的 那首先一号页是最先出现的 再往前那三号页出现了 再往前是二号页出现了 所以八号页是这几个页面当中 最近最久没有被使用到的页面 因此会选择淘汰八号页 然后把七号页放入八号页 以前占用的内存块二当中 那最近最久未使用置换算法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 实际上是需要专门的硬件的支持的 所以这个算法虽然性能很好 但是实现起来会很困难 并且开销很大 那在我们学习的这几个算法当中 最近最久未使用这个算法的性能 是最接近最佳置换算法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种 时钟置换算法 之前我们学到的这几种算法当中 最佳置换算法性能是最好的 但是无法实现 先进先出算法虽然实现简单 但是算法的性能很差 并且也会出现贝拉迪异常 那最近最久未使用置换算法 虽然性能也很好 但是实现起来开销会比较大 所以之前提到的那些算法 都不能做到算法效果 还有实际开销的一个平衡 因此人们就提出了时钟置换算法 它是一种性能和开销 比较均衡的算法 又称为clock算法 或者叫最近未用算法 英文缩写是NRU 那在考试中 我们需要掌握两种时钟置换算法 分别是简单的时钟置换算法 还有改进型的时钟置换算法 那我们先来看简单的这种算法 首先我们要为每个页面 设置一个访问位 访问位为1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页面最近被访问过 访问位为0的时候 表示这个页面最近没有被访问过 因此如果说访问了某个页面的话 那需要把这个页面的访问位变为1 那内存中的这些页面 需要通过链接指针的方式 把它们链接成一个循环对列 那当需要淘汰某一个页面的时候 需要扫描这个循环对列 找到一个最近没有被访问过的页面 也就是访问位为0的页面 但是在扫描的过程中 需要把访问位为1的这些页面的访问位 再重新制为0 所以这个算法有可能会经过两轮的扫描 如果说所有的页面访问位都是1的话 那第一轮扫描这个循环对列 就并不会找到任何一个访问位为0的页面 只不过在第一轮扫描当中 会把所有的页面的访问位都置为0 所以在第二轮扫描的时候 就肯定可以找到一个访问位为0的页面 所以这个算法在淘汰一个页面的时候 最多会经历两轮的扫描 那光看这个文字的描述 其实还是很抽象的 我们直接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一个系统为进程分配了5个内存块 然后对各个页面号的引用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的 那刚开始由于有5个空闲的内存块 所以前5个访问的这个页号 13425都可以顺利的放入内存当中 只有在访问到6号页的时候 才需要考虑淘汰某个页面 那么在内存当中的13425这几个页面 会通过链接指针的方式链接成一个这样的循环对列 那由于接下来要访问6号页面 但是5个内存块都已经满了 所以需要用clock算法来选择淘汰其中的某一个页面 于是会从这个循环对列的对手开始扫描 尝试找到一个访问位为0的页面 并且被扫描过的页面 需要把访问位1改为0 所以在经过第一轮的扫描之后 所有的这些页面的访问位都由1置为了0 那在进行第二轮扫描的时候 1号页面的访问位为0 所以会选择淘汰1号页面 于是6号页会装入到1号页以前占有的这个内存块当中 并且6号页的访问位会被置为1 然后这个扫描的指针指向下一个页面 那接下来的访问当中会依次访问到3号和4号页面 那在访问了3号页面之后 3号页的访问位需要由0变为1 同样的在访问了4号页面的时候 需要把4号页的访问位由0变为1 在之后需要访问7号页 由于此时7号页没有在内存中 所以需要选择淘汰其中的某一个页面 然后把7号页放到内存中 那同样的需要从此时扫描到的这个位置 依次的扫描 找到第一个访问位为0的页面 并且扫描过的那些页面的这个访问位需要由1变为0 所以3号和4号在扫描过后 访问位会变为0 那在扫描到2号页面的时候 发现2号页面的访问位本来就是0了 因此会选择淘汰2号页面 然后让7号页面放到这个位置 访问位置为1 然后这个扫描的指针在指向下一个页面的位置 那可能通过这个动画会更容易理解 时钟置换算法的一个运行的过程 并且通过刚才的这个例子 大家会发现这个扫描的过程 有点像一个时钟的那个时针 在不断的转圈的一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这个算法要叫做时钟置换算法 它其实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那其实经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也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它还称作最近未用算法 因为我们会为各个页面设置一个访问位 访问位为1的时候表示最近用过 访问位为0的时候表示最近没有用过 但是我们在选择淘汰一个页面的时候 是选择那种最近没有被访问过 也就是访问位为0的页面 因此这种算法也可以称作为最近未用算法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改进型的时钟置换算法 其实在之前学习的这个简单的时钟置换算法当中 只是很简单的考虑到了一个页面 最近是否被访问过 但通过之前的讲解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被淘汰的页面没有被修改过的话 那么是不需要执行IO操作 把它写回外存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优先淘汰 没有被修改过的页面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可以减少这些IO操作的次数 从而让这个置换算法的性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那这就是改进型的时钟置换算法的一个思想 所以为了实现这件事 我们还需要为各个页面增加一个修改位 修改位为0的时候 表示这个页面在内存当中没有被修改过 那修改位为1的时候 表示页面被修改过 那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 会用访问位修改位这样的二元组的形式 来标识各个页面的状态 比如说访问位1 修改位也为1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页面近期被访问过 并且也曾经被修改过 那和简单的时钟置换算法一样 我们也需要把所有的可能被置换的页面 排成一个循环对列 在第一轮扫描的时候 会从当前位置开始往后依次扫描 尝试找到第一个最近没有被访问过 并且也没有修改过的页面 对它进行淘汰 那第一轮扫描是不修改任何的标志位的 那如果第一轮扫描没有找到00这样的页面的话 就需要进行第二轮的扫描 第二轮扫描会尝试找到第一个 最近没有被访问过 但是被修改过的这个页面进行替换 并且被扫描过的那些页面的访问位 都会被设置为0 那如果第二轮扫描失败 需要进行第三轮扫描 第三轮扫描会尝试找到第一个 访问位和修改位都为0的这个页面进行淘汰 并且第三轮扫描并不会修改任何的标志位 那如果第三轮扫描失败的话 还需要进行第四轮扫描 找到第一个01的页针用于替换 那由于第二轮的扫描已经把所有的访问位都设为了0了 所以经过第三轮第四轮扫描之后 肯定是可以找到一个要被淘汰的页面的 所以改进行的这种时钟置换算法 选择一个淘汰页面最多会进行四轮扫描 那其实这个过程光看文字描述也是很抽象的 不太容易理解 假设系统为一个进程分配了五个内存块 那当这个内存块被占满之后 各个页面会用这种链接的方式连成一个循环的对列 那此时如果要淘汰一个页面的话 需要从这个对列的对头开始一次的扫描 那根据这个算法规则 在第一轮的扫描当中 并不修改任何的标志位 需要尝试找到访问位和修改位都为0的这样一个页面 所以往后寻找了之后 发现这个页面是满足条件的 所以在第一轮扫描的时候 就找到了一个页面用于替换 因此会淘汰这个页面 那这是只需要一轮扫描的情况 再来看下一种情况 那假设此时各个页面的状态是这样的 那如果需要淘汰一个页面的话 那需要从第一个页面开始往后一次的扫描 然后尝试找到第一个00这样的页帧 并且第一轮的扫描是不改变任何的标志位的 所以第一轮扫描下来 发现所有的这些都不满足00这样的状态 因此会进行第二轮扫描 第二轮扫描会尝试找到一个 原本就是01的一个页面 并且扫描过的页面会把访问位置为0 所以在第二轮扫描当中 这个页面被扫描过之后 会把它的这个访问位置为0 那在扫描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发现它原先本来就是01这样的状态 因此会选择淘汰这个页面 所以这是需要进行两轮扫描的一个例子 那接着看下种情况 假设此时各个页面的状态是这样的 那和之前一样 需要淘汰一个页面的时候 需要进行扫描 第一轮的扫描需要找到00这样的页面 但是第一轮扫描下来 发现所有的页面都没有满足00这样的条件的 所以会进行第二轮扫描 第二轮扫描会开始寻找01这样的页面 并且被扫描过的页面都会把访问位置为0 因此在经过第二轮的扫描之后 所有的这些页面的访问位都被置为了0 但是第二轮扫描依然没有发现 原本就是01这样的页面 所以就会进行第三轮的扫描 那第三轮扫描需要找到第一个00这样的页面 那扫描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已经满足第三轮扫描 所要找的这种页面的条件 于是会淘汰这个页面 那这是需要经过三轮扫描的一个例子 那再来看四轮扫描的例子 假设此时所有的页面的状态都是11这样的状态 那第一轮扫描的时候需要找到00这样的页面 那显然所有的都不满足 第二轮扫描的时候需要找到01这样的页面 并且被扫描过的页面 访问位都会被置为0 所以经过第二轮扫描之后 所有的这些页面的访问位都被置为了0 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原本就是01的页面 于是会进行第三轮的扫描 第三轮扫描会尝试找00这样的页面 但是也不修改任何的标志位 所以第三轮扫描下来也没发现满足这个条件的 于是会进行第四轮扫描 第四轮扫描会找到01这样的页面 那显然第一个页面此时已经满足条件了 所以此时应该淘汰这个页面 那这就是需要经过四轮扫描的一个例子 因此通过刚才的这个例子 我们也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 改进行的时钟置换算法 在选择一个淘汰页面的时候 最多会进行四轮扫描 而简单的时钟置换算法 在淘汰一个页面的时候 最多只会进行两轮扫描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第一轮优先选择淘汰00这样的页面 就意味着 其实第一优先级被淘汰的页面 应该是最近没有被访问过 并且也没有被修改过的页面 那同样的第二轮要找的是01这样的页面 所以第二优先级的应该是最近没有被访问 但是修改过的页面 那如果第二轮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页面的话 那就说明所有的这些页面 在以前访问位其实都是01 因此其实在第三轮淘汰的这些页面 其实是最近访问过 但是没有修改过的页面 也就是访问位以前是1 然后修改位以前是0这样的页面 那同理第四优先级的被淘汰的页面 应该是最近访问过 并且也被修改过的这样的页面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 各轮选择淘汰的页面 到底是哪种类型的页面 好的 那么这个小节我们介绍了五种页面置换算法 分别是最佳置换 先进先出 还有最近最久未使用 还有时钟置换 也叫最近未用算法 另外还介绍了改进型的时钟置换 或者叫改进型的最近未用算法 那这个小节的内容 重点需要理解各个算法的算法规则 如果题目中给出一个页面的访问序列 那需要自己能够用手动的方式来模拟 各个算法运行的一个过程 那除了算法规则之外 各个算法的优缺点 也有可能在选择题当中进行考察 那需要重点注意的是 最佳置换算法在现实当中是无法实现的 然后先进先出算法 它的性能差 并且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出现 被拉底异常的算法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小节的全部内容